好 接下來關心天氣了 目前在台灣附近是有兩個颱風 除了昨天生成的浮溶颱風之外 在今天熱帶性低氣 也增強成為編號第四號的阿里颱風 但是目前路徑看起來是不會直撲台灣 要留意的是外圍環流帶來比較大的雨勢 而另外今天的降雨狀況 我們來看到 今天特別要留意的就是 5號在山區的部分會有明顯雨勢 東半部地區也會有降雨 外出要記得攜帶雨去 接下來帶您關心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 在基隆跟台北市 今天是晴道多雲的天氣 新北市雲量比較多 高溫34度 至於在桃園跟苗栗要留意 午後降雨新竹多雲 桃園的高溫34度 台中 張厚跟南投都要留意 午後比較大的雨勢了 高溫34度 而在雲林 嘉義跟台南 也是要仿泛午後的降雨 高溫34度 高溫地區 今天的天氣狀況也不穩定 會有下雨的 高溫34度 至於在宜蘭 花蓮跟台東一整天 都會有斷斷續續的雨勢 高溫32度 來看到外島地區 毛澤跟澎湖多雲 今晚要留意午後降雨 高溫33度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 謝謝大家